还有常用的管理命量 就是我们刚才也用到几个 像ESEC可以进入到容器里 LS可以列出你的容器 但是LS这个是有一个比较常见的选项 你看我刚才也一直在用 就是Docker Docker PS Docker PS是列出当前有哪些容器 Docker PS算是那种老方式的一个指令 你是可以通过container这里 LS也可以去实现 你通过Docker PS也可以 都是查看当前运行的所有的容器的 当前所有的运行容器 那在这里面我刚才习惯的加一个L 喜欢加一个L 这个L呢是列出你最新创建的这个容器 你就想看你最新创建的容器状态 一般的话我们执行一个Docker命令 Docker Run的命令 后面呢我们紧接着PS的L 看一下它到底有没有启动 是不是up状态 这是这个L的指令 特别你容器很多的时候 你直接使用Docker PS 那可能会有的眼花缭乱 是吧你加个-L呢会很容易找到你上面那个执行的 那个创建容器的命令 的状态 然后因此BG呢刚才我们用到了可以查看容器的详细信息 这个呢是所有资源都可以去查看 LGC是在容器中运行一个指令 那刚才我们使用LGC-IT加上这个容器的ID或者名称 或者容器的名称是可以进入到这个容器中的 那你也可以直接不进到容器中 直接是输出出来 直接在容器中执行命令也可以 比如我们在刚才创建的Weber容器里 Weber容器里执行一个LS命令 对吧这个LS呢就是它的指令 这是在这个Weber容器里进行去执行的 这样就是免交互去执行 就比如啊你写在share脚本 你希望呢能在这个容器中执行相关的指令 但是你又你又不希望需要人工交互进去去操作 那你就可以通过ESGC后面加一个容器名 后面加你超过做了相关的指令就可以了 你后面这些指令呢都会被在这个容器里去执行 所以这ESGC主要就是用这两种方法 一个是在免交互在容器里去执行命令 另一个呢就是进入到这个容器里 这是两个比较常用的 这个两个比较常用的 是创建一个新镜像来自于一个容器 所以说这个用的是真的很少了 在之前可能是刚开始的时候 还多多少还能用的几次 但在后面呢基本上都不怎么去用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其实还是可能自己的技术这块储备 因为在刚开始的时候你学的时候呢 你还不太会写DoggleFile 你还不太会自己去制作建项 那你刚开始去用 你可能就是先启动一个比如CNAS的容器 比如启动一个CNAS的容器 加-IT加-B 这样防止它退出 然后PS看一下 然后进到这个容器里面 然后起完这个容器呢 你就在这里面呢就开始部署你的环境了 是吧在这里面呢 你就直接就可以去部署 比如安装一个NAS了 或者安装别的呢 那你就在这里面就搞了 那那等你搞完之后 你呢就直接使用DoggleKinB了 DoggleKinB的将刚才的这个镜像呢 就将刚才的容器 提交到提交成一个镜像 提交到一个镜像 我们在里面去看一下 提交一个镜像 你看这个呢 就是我们刚刚提交的 我们应该给它加个名字 是吧 比如说是一个 TEST 加个名字 你看这里 这样的话 你就是将一个容器提交成了一个镜像 那么你就可以基于这个镜像去起了 然后这是呢 你只是想你只是想把你在这个容器中构建的环境呢 做成一个镜像 但是又不想把它马上去销毁 是吧 你就可以使用这种方式 但这种方式呢 用了的确是比较少了 后面呢 我们就是使用DoggleFile去完成了 DoggleFile 也就是把你刚才在 在这个容器里面所做的那些事啊 写到一个文件里 使用一个标准的方式 去构建它 那到后续呢 那个文件你还能去复用 去做别的事 然后包括你后面呢 你再去增加一些 再去装的别的东西 也都可以轻易的去实现了 很方便去管理 那你如果你采用这种方式的话 你在后面 你还想给这个镜像再加点东西 那怎么办呢 是不是再用镜像再起一个 前面里边 里面再去装 那装完之后再去提交 现在更新 还是同样的操作 那那你等过了段时间 你你再去想想 你镜像里边装了啥 你能想出来吗 是不是肯定就想不出来了 是吧 因为操作次数太多了 之前很多的 也没有一些命令的历史记录 里面的很多东西 我都不知道之前操作了啥了 所以这样的方式是非常不利于 我们后期的运维的 那正常情况呢 我们都使用Docker File去完成这个事 所以待会我们就会讲到了 Copy呢 是将文件 拷贝到容器中 通过这个Docker Logs去查看它日志 就可以 比如你想将 宿主间的一个文件 拷贝到容器里 拷贝在容器里 那你就可以去执行 这一条命令了 Docker 拷贝 比如是 将这个文件吧 拷贝到刚才的web容器里 它的根部录下 这样就拷贝过去了 你可以植在一起 不进到这个容器里 执行一个 查看根的命令 看这里边就有 就这文件了 对吧 这个拷贝过去 你可以通过Docker Logs去查看这个 容器 它的访问日志 就比如我们刚才 起这个容器 我们在浏览器的访问 它也有日志记录的 对吧 再访问一次 对吧 这是都有记录的 它都有日志的 这是可以查看 这个容器出售日志 这一般用于做 故障排查 故障排查 POD可以去查看 它暴露的这个端口 TOP TOP查看 里边用的进程 POD查看它的端口 这么简要的 给你指显示 你映示了哪个端口 简要的去显示 然后你可以通过TOP去查看 这里边运行的进程 在容器中运行的进程 就是你不希望 在进到这个容器里面 去查看 你可以通过TOP直接去查看 你可以 你也可以通过Status Status 查看这个容器 它的资源利用率 这个可以看到 查看它资源利用率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这种 类似于循环式的 去获取的数据 帮你打印出来 它 你看它就是这么 类似一个交互的一个形式 这里面呢 会有你容器的ID 对吧 容器的名称 容器的CPU使用率 内存使用率 还有这个IO 这里呢 都会帮你列出来 这个命令呢 就是用于最容器的一个 大致的一个监控 但是如果你说 你有时候啊 你写 写脚本 你希望能获取这个容器的资源利用率 那你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但是呢 你不加任何参数的 它是那种类似于循环教育式的 你是在脚本里是很难 去直接去取值的 对吧 它有个参数 你可以退出这个流 退出这个状态 直接加个nostream 这样的话 它只是输入内容 然后你通过awk 就能取相关的这个值了 比如我取下第二连 看下 第二连是容器名 对吧 第三连应该是CPU CPU利用率 那么你再通过一个N2 等于2 这个打印第2行 是吧 这样的话就 啊 这个是我看看 N2等于2 两个等于1号 记得是N2等于2 这样就打印第2行 第2行 是吧 这样就获取到你CPU 大家有所利用率 那么你写12脚本就可以获取CPU内存 和它的资源内存的最大限制 和它的网络的Io 就是它的进出流量 都可以拿到 这样的话 你写脚本就可以把它们进行格式化输出了 是吧 就可以一目了然 就能看你当前的这个东西有多少利用率 像这 相比这个呢 还会更清晰一点 对吧 可以去拿到 像这下面呢 就是启动 停止 重启容器 删除容器 这个呢 也是与刚才那个镜箱里面的类似 移除以停止的容器 移除以停止的容器 你看我们通过PS 看到容器这里边都是up状态的 如果你要查看所有的容器 你需要加个杠A 杠A 这样的话 退出的容器呢 也会帮你列出来 你看这吧 也得一滴的 退出的都会帮你列出来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命令 我看这个是 这个是要加container的 加container这个指令 那也就是这里边有些指令 可能是他不支持旧的那种方式 你必须再加新的管理命令 这里执行个杠A 这样的话会移除所有 一停止的容器 刚才我们 Docker PS-A 列出的所有容器里边 这包含已退出的了 我们现在使用这段命令 把它们移除 现在再杠A看一下 这里边就没有已退出了 所以通过这个指令 可以快捷地 把他们也给清理掉 直接清理掉 但是这些已部署的 该怎么去清理呢 你可以通过Sharrow的这种命令 Docker PS-A 还有个Sharrow 它有一个这么猜入 Docker PS-A可以查看是所有容器 包含退出的 还有Docker PS-A 你们看它是出什么效果 Docker PS-A是列出所有的 列出所有的容器 ID 这那查看所有容器 包含退出的 包含退出的 Docker PS-A 它这两个参数 这是查看所有的ID 好 那现在有了这两个参数 做支撑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Sharrow 这个命令 就可以清理所有的容器 现在你不是可以获取这所有的容器 ID吗 然后把它包一块 手中命令 然后通过Docker RM不是要删除一个容器吗 对吧 你就可以这样传给它 然后这里面有些是已经运行的 是不让你直接去删除的 是吧 不让你直接删除 你也可以去强制删除 加个杠F 对吧 这样的话就会将所有的容器都会帮你删除掉 看 这样都都会帮你删除的 所以通过这条指令呢 你可以删除所有的容器 当然 如果你再加个杠A的话 那就是不管是有没有退出的 都会帮你删除掉 这是清理所有的容器 清理所有的容器